直拍正好拉弧圈球 是这样 引拍的时候 一定要比这个 弓球引的往后再大一些 往后 那个腿呢 也要再往后多一些 把身体充分的压在这个 重心压在右腿上 然后呢 你看 拍形要下压 不能这样的 拍形下压 摩擦 摩擦它的中上部 这个球摩擦的中上部 向前 向前摩擦 蹬腿转腰 快速摩擦 这个动作 快速摩擦 这个才能出现 前冲的 你看 蹬腿转腰 快速摩擦 这是 这个弓圈球的一个原理 就是引拍的幅度 要比这个 弓圈要大 应该大概在150度吧 这个角度 然后这个 主要是这个 快速摩擦这一下 然后我练这个 拉弧圈球的时候呢 要先练 高调 先给它摩擦起 先挂起了 一点点的挂 先挂 往上挂 一点点摩擦 你看 先挂它的中部 往上挂 把摩擦的感觉找到 一点点的往前 往前赶 找这个摩擦的感觉 不要着急 找这个感觉 一点点的去找 这样的话就出来了 这样往前 往前 这个摩擦就出来了 弓圈球呢 一定要强调是摩擦 是摩擦 先不要撞击 就是摩擦 制造旋转 让它产生 那个第二速度 这是危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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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